跪下 我 跪 跪就跪 皇庆跪了 我上不跪天 下不跪地 我就是跪我皇上舅舅 今日来啊 在这宫堂上 朕就不是你舅舅了 不是舅舅 你还是皇上 是皇上 那就还是舅舅 少说话 今日啊 朕和你一样 都是被告 什么 谁要那么大胆 舅舅 你告诉我 外事给你报仇 你这死要敢再多罪 定打不饶 不说就不说 皇上 下面该是 刘文文 你问吧 是 人犯王静 我来问你 打住 人犯 我怎么就是人犯了 还没审出我有罪呢 我怎么就是人犯了 刘宝温 问话不能先入为主 跪下 那他们怎么不跪啊 班叫我跪 我再说一次啊 再胡说话 给朕掌嘴 刘宝温 说吧 是 王静 我来问你 我来问你 你嘴上的这伤 是如何来的 吃东西 划破了 哦 吃什么划成这样 这 你管得着吗 您是问爱啊 还是问吃啊 琐碎小事 与本案无关 不 事关人命大有关系 皇上 问吧 王静 据我所知 你这伤 乃是被人咬所致 谁咬的 谁又能有个证啊 各位 可以看清他这伤口的形状 鱼盒的部位 这分明就是一圈牙印啊 牙印 猫咬的还有牙印 狗咬的还有牙印呢 刘宝温你 如此推论 可有证据啊 所咬之人已死 人都死了 还怎么证明啊 人死了 还有其他相关证据在啊 好好好 那我问问你 一个死人 他怎么就把他咬了 是 据我所查 王静 你调戏民女 与人强行皆纯所致 皆纯 谁皆纯了 那女子是因与她丈夫通奸 被人揭露 羞愧而死 人咬牙印 自与别物不同 我就说是猫咬的狗咬的 我就是个猫皆纯和狗皆纯 你怎么着啊 有本事你再找一个人咬我一口试试 看看有什么不同 皇上静焉 这就是牙印 还牙印呢 咬了我一块肉去 我生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这陈何体统 来人赶快把他拉锡给我打 门 你又要替他讲清了 他扰乱公堂 伤害被告 诸位可都是眼睁睁地看着呢 你还有何话可说 此女所为乃是为了暗证 再说他重伤出狱 再这么拉出去打 人死了这案子还审不审呢 这仗则全切记下来 暗后追究 继续 他没事 我可是不行了 疼死我了 破伤风了 娘啊 你走得早 孩儿我这就去找你了 我皇上舅舅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皇上 被告伤众应该退堂 皇上 王庆虽是被告 但那也是黄金国戚呀 真要有个好歹 谁担这个责任 娘啊 儿子还小你就走了 现在儿子被人欺负 没人听我说话 好了好了 来人 先把王庆带进去 敷药疗伤 调戏不成 那女子含羞上吊 王庆又心生一计 他返屋那女子 与蒋玉珍的丈夫 郝清田有奸 借刀杀人 已除后患 而后各级官府 王法寻思 你说他们没同奸 我就说他们同奸了 既然各说各话 那就各出所证吧 人都死了 自然不能说话 这是诬告 人虽已死 证据还在 你逃脱不了 有证据 你拿出来啊 我问你 你说那女子长期同奸 就差没生个孩子 我却说那女子守身如玉 一直是个厨女 证据呢 是啊 证据呢 刘伯温 有何说辞 启禀皇上 为了本案 刘某曾亲自到该县检查 责承县令 开关验尸 查出那女子 至死都未破身 那个县令呢 可传上唐来回话 死了 怎么又是死人证物啊 我是在阴藏地府里打官司吗 放肆 掌嘴 李战长 你先替朕打他两巴掌 皇上 这我恐怕 这个不合适 换了别人也不敢打呀 就你了 给我打 那我就 这 这 我一群还是觉得不合适 朕让你打你就打 王强 这可是你舅舅让我打你的 没用力 给我使劲打 皇上 这行吗 娘 你看我皇上舅舅 让人打我呢 在我大明 无论是何人犯法 一律住之 该打就打 该杀就杀 没有二话 刘伯温 亮证去吧 回皇上 臣已说过 那个县令 已经死了 你不能老拿死人说事啊 一道的紧要关头 人证就都是死的 你让我这个案子怎么断呢 那县令 可是被你带回京城的 人是死了 可是死在你手里啊 众所周知 他是死在了上堂之前 死在了刑部衙门 怎么能说是死在我的手上呢 确切地说 这个县令乃是本案重要证人 是你把他从我府里带走的 并未到堂便死于非命 算不算死在你手上 好了好了 为这事你俩就别再斗嘴了 你不是说有证据吗 拿出来啊 嗯 启禀皇上 出示证据之前 臣有意清 说 皇上 在李大人把那个县令带走之前 该县令良心发现 把所有案情记录下来 交与刘母 皇上 此案重大 牵连众多官员 将来一旦查起来 恐怕 有些官员会遭到处罚 你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皇上 这个县令本人也涉案太深 况且 犯有重大连作之罪 不过皇上 恳请念他有戴罪立功之情 涉他全家 你说你这个刘伯文哪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着呢 倒替别人求其青来了 事关本案真相 恳请皇上恩准 准了 你快把证据拿出来吧 铁证如山 望请皇上明察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这励志看来是非要整之不可 你 还有你 你小的不是个东西 你看看你自己干的这些好事 我 我干什么了 我在家风不守法的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啊 是你呀 写我就是我 我还写我在家吃太念佛呢 那县令已死 这还不又是个死无对证吗 启禀皇上 本案涉及众多官员 所涉及官员个个都是旁证 还是美人出面自证 怕是难以服人哪 我还说 这就是你刘伯文自己写的呢 早就知道你有这么一手 来呀 待人证 这 这 娘啊 什么都想到了 这就偏偏忘了她 舅舅 我全招了吧 我是贪财了 我是余色了 我也栽赃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可是 可是那女子是自尽了 谢令栽赃 你可专通 对 是自尽了 她是自尽了呀 人又不是我杀的 再说 栽赃于那好青田 怕他死罪 也是那县令 为巴基我 而有益为之 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就是有罪 也罪当不死 真是个无赖小子 到现在了还抵赖啊 我 我 我没有抵赖啊 我真的没有杀他啊 刘大人 你还有什么证据啊 我问你 你真的没有指使那个县令杀人 我没有 是那贪官为巴基我自己干的 我的事儿 他愿意管 干我什么事儿 放肆 好好说话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真的没有指使那个县令杀人 我没有 好 刘逸 小民留意 前往长都县令家中 搜出这封王庆从京城写给他的亲笔信语 现转成皇上 他 所以他就有个人 他就在这封王庆 封王庆 我 他就在这封王庆 他就在这封王庆 讀此好章事之后 并没有按照王庆的嘱咐 烧掉这封信 而是把它藏到了地窖里 来到刑部之前 为防不测交给了刘某 皇上 信上笔记字迹 都是王庆所为 上面附有一张 他在县里亲自写的契约和收条 请皇上勘验 真是个孽障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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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杀人了 舅舅 您在我死去娘亲的份上 您就饶我一命吧 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让朕怎么饶你 舅舅 大明有律 杀人者 死 皇上 本相记得太原长公主府上 有皇上亲赐的铁券丹书 对了对了 我爹说过 那 那可是免死牌呢 有此一说 皇上可免王庆一死啊 万圣给救生克同啊 好 那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发配充军两千里外 欲赦不回 嗯 此贼不死 民女不活 别让他死在这儿 拦住了拦住了 皇上 刘伯温 免死铁券总还算数吧 敢问皇上 王庆家有几部铁券丹书啊 一部还不够吗 一部只抵一命 此案 直接死人三个 间接死人两个 我问你 一部铁券丹书 你准备抵哪个呀 谁说就抵一命了 谁说就抵一命了 我是皇亲国戚 我解决单书 我就是不该死 你该死九次 杀十八层地狱 启禀皇上 此案牵扯官员众多 将来一旦审起来 沙头抄家 充军发配不在少数 一个主犯活得逍遥自在 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呀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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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舅舅 皇上 皇上 杀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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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跟你说了 我找我皇后舅妈去 皇后舅妈 我舅舅杀我呢 先把人带下去 皇后舅妈 皇后舅妈 你过来救我呀 你要来晚了 我就去找我娘了 你过来 秦皇上 刘伯温 你不是还要告朕吗 皇上圣明 皇上明察秋毫 动落观火 且秉共无私 罪臣不告皇上了 臣有一句话 要告诉皇上 什么 吾皇万岁万万岁 赦你无罪 明日恢复早朝 好 谢皇上